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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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理琴行是大湾地区最大的名牌钢琴会众 大概五十多年来为大湾地区千家万户提供最优质的乐器以及音乐教育 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新防疫措施被试疫苗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13日生效 反对这项政策的抗议人士 原定会在同日 在温哥华综合医院 举行第二次示威活动 活动的选址被受争议 主办组织以此计划改变地点 改为在距离医院 有几个街区的温哥华市政厅举行 主办组织在网上发布的宣传海报显示 示威地点将会改在温哥华市政厅 不过这个组织在全国各地发起的多个抗议活动 仍然计划在各地的医院前面举行 卑士卫生厅长迪德安 温哥华市长甘乃迪 和很多前线医护人员 也促请示威人士重新考虑示威的地点 另外 另一个反疫苗护照的组织 亦都计划在星期六9月11日 在温哥华美術館外举行抗议活动 宣传海报上呼吁 参与人士戴上化妆品、轮椅、绷带和受害者的图像 卓能听力中心由李智联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现在的坐天气还有超级优惠 听力有问题 快点来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李智联博士聊聊 下个星期一将会实施疫苗卡的政策 被市餐厅及食品服务协会警告企业 可能当日会出现大量虚假订单的恶作劇 被市餐厅及食品服务协会主席 兼行政总裁托斯特森表示 很多企业都收到消息 有传在星期一会收到很多虚假订单 他对那些针对受到新冠病毒困扰的本地企业的人感到沮丧 说自己厌倦了人们试图 只是和遵守公共卫生命令的企业玩游戏 他提到 幸好是很多人都使用应用程式订餐 其中大部分都需要用家提前付款 托斯特森指 由于知道有人可能会落假订单 他听说很多企业已经在採取措施 确保不会浪费任何食物 华裔投票速进会昨晚开会讨论各党政綱 自新冠疫情以来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频繁发生 华裔社区的民众为了捍卫华人的尊严 除了拿起法律武器之外 逐渐意识到只有投出手中的一票 才可以维护华裔在加拿大的社会权益 目前 大温地区的37个华裔社团 已经出动了过千名的义工 在线上线下展开过百次的活动 促使华裔投票 日前 加拿大温州同乡总会的就餐理一票活动 就在华裔社区引起了强烈的回响 作为我们加拿大温州同乡总会 是加拿大的最大的华人社团 所以我们要积极鼓励大家进行投票 作为华裔要积极融入加拿大社会 被施省府今天宣布了一看 为及全省学生和家庭的学校操场设施 完善改造计划 这个计划将会投资一千万 在全省五十个校区 新兴建六十个操场 教育厅长韦瑞珍表示 省府将会在2021、2022年一次性增加资金投入五百万 这笔新资金将会基于政府承诺 在疫情期间和未来几年 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 包括在一些地区兴建户外教室 更好地修建无障碍设置 例如地面覆盖物、波导 以及连接游换区域的转移平台等 各个计划的资金已经增加了四万元 总额达到16.5万 据了解 自2018年以来 政府已经向PEP投资了2500万 用于制作全省各地的学校 201个新的操场建设 为及4万9千多名学生 新闻发布会之后 教育厅长韦瑞珍 更轻致勃勃地体验了学校操场的新设施 卑诗省疾反种族主义的立法 举行公众咨询 华裔省议员陈韦祥也发视频 呼吁省文分享自身经历 哈喽大家好我是Katrina Chen 卑诗省省务厅长 跟Bernard B. Lohi的省议员 我们都知道 近年种族歧视的问题 越来越受到多方面的讨论 也有许多无论是原住民 或者是多元文化民众 反映他们在社会上 或者是在政府服务或系统上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这是为什么我们政府即将要推出 反种族主义数据的立法 进一步地以更多的行动 来打击种族歧视问题 也欢迎民众们分享您的故事 您的经验 来让我们来一起努力 将这个立法法案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在11月底前 上网至 engage.gov.bc.ca slash anti-racism slash data 来反映您的意见给政府 让我们一起努力 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做的 无论是把人权委员恢复的工作 或者是支持本地组织来一起努力 打击种族歧视的工作下 我们更进一步的立法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完善 更美好 也更多元 更包容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我们 上网 记得 engage.gov.bc.ca slash anti-racism slash data 来给我们您的故事 您的经验 还有您的意见 谢谢 加拿大五个主要的政党领导人 昨晚进行了最后一场大选电视辩论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三场辩论后 保守党的支持率上升 约略超过了自由党 不过 自由党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两个省 即是安省和灰省 它的支持率是领先于其他四个政党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一共有338个席位 安省占了121席 灰省占了78席 两个省总共的席数是199席 超过了国会二席半数的169 根据加拿大的选举历史 任何一个政党能够赢得这两个省的多数席位 都能够主政加拿大 不过 今次选举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大多伦多地区11个选区的投票站数量 是会比起2019年大选的时候 少了最少一半 因此 令到一些选民和政治团体 对于公平投票 就有点担心 加拿大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说 今年的大选 投票站的数量 的确是有所减少 这个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 他说 为了确保 向所有的选民提供一个安全 和健康的环境 加拿大选举事务处 在选择投票站的时候 是将能够保持社交距离 作为一个优先的条件 从而 就导致了投票站的减少 但是 现在的投票站的面积会更加大 能够安置更多的投票点 新冠疫情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 譬如社区中心、教堂和学校 这些原本同意成为投票站的地点 现在他们都不愿意成为投票站 加拿大选举事务处 已经采取了措施 给那些选民知道 除了在大选日投票之外 还有其他投票方式 包括邮寄选票 在提前投票站里投票 或者在加拿大选举事务处的办公室投票 现在暂时还没有 适合12岁以下儿童接种的新冠疫苗 復必泰就在计划中 向全球多过的药品管理局提出申请 批准使用它们为5-11岁儿童而辞的疫苗 这款移科用疫苗 会在现在提供给 12-17岁青少年使用的低制量品 联邦副首席医疗官Dr.Havannu在今天说 这款疫苗仍然在临床阶段 预计联邦卫生部最快在今年年底 才会批出使用申请 所以推算最快也要出这年初 才会在加拿大推出 他也提到全国美接种者 28-39岁的男士居多 这个组别的接种率只有7成 而部分年长组别已经达到9成 与后者相比明显是偏低 不过虽然年长组别的接种率高 但是可能要再打多一针 国家免疫顾问委员会NASI在今天说 建议向某些免疫力低的人士 接种第三剂疫苗 不过就说这一针不应该被视为加强剂 因为对部分需要打第三剂的人士来说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手剂疫苗的反应较弱 而第三剂疫苗也是打mRNA疫苗 至于普通民众 那时还未决定 需不需要打第三剂几秒 温哥华明天9月11日星期六的天气预告 预测日间主要会多云 早上有六成机会会下雨 温度最高有19度 晚上间中有云 有三成机会会下雨 温度最低有14度 港岛四个区议会24个区议员 今天在北国社区会堂宣誓 共有17个区议员或监视人确定有效宣誓 南区区议员彭卓奇 东区区议员韦少龄、陈荣泰、黎智恩、苏若恒 以及湾制区区议员梁白健 政府说由于监视人 对这七个区议员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问 所以已经向有关区议员发信 要求提供额外资料 用来决定他们的宣誓是否有效 东区区议会柴湾最低区区议员蔡志强 原本也是在宣誓名单上 但他今早在Facebook宣布不会参与宣誓 批评政府威逼区议员宣誓 认为在宣誓之后 区议员的作用更加变得一无所有 今日举行宣誓的议员来自中西区区议会 湾制区议会、东区区议会 和南区区议会 全港现任的211个区议员分成4批宣誓 今日宣誓的是第一批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宣誓仪式后表示 东区区议员蔡志强今早表明拒绝宣誓 也没有出席宣誓仪式 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 蔡志强已被视为拒绝或忽略作出誓言 因此他必须离任 不会安排重新宣誓 保安局长邓炳强去上支联会 表示他打算建议特首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 行使公司清盘及乘汉条文条例 第三百六十四条下的权力 命令公司注册处的署长 将支联会自公司登记冊中剔除 支联会说七个常委今日已收到信件 现在需要征求法律意见 稍后会再回应 邓炳强在信中指出 作出这个建议 是因为考虑到警务署长肖宅义的建议和资料 认为假如支联会属于社团条例的适用社团 即根据条例第八条禁止他的运作 是维护国安、公安和公众秩序所需 邓炳强表示在他正式提出建议前 要求支联会七个常委作为支联会的董事 可以向他作出书面申述 期限是9月24日下午5点之前 另外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和常委梁锦威、邓乐军、陈多伟和徐汉光 因为拒绝认警方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 要求提供资料 被控一汉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 案件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 五人都否认控罪 案件定在10月21日在审前复杏 五人被拘捕声 以下是文娱消息 列治文、昆士兰理工大学KPU的 纪录片电影节KDOTSFF 将会免费放映两部纪录片 重点介绍至2019年以来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兴起 10月11日KDOTSFF将会放映 由Alex Sanger制作的纪录片 Emergence Out of the Shadows 并且处理文化和社区 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禁忌的故事 祝你能改变所有事情 奥陀融和社区 尤其是一位 一位西洋的病人 一位西洋的遗亡 中美国人 一位西洋的遗亡 中美国人 最后是一位西洋 正在这位西洋 有印象的 任何其他人的遭遇 都知道很多人的信息 他可能是最后救了《Titanic》 我的天啊 他们在那里 他们生活了 他们在那里 我们必须去找他们 《Titanic》 昨晚是拍摄MV的日子 就开… 单曲还是跳舞? 下一首的单曲 是自己solo的一个跳唱作品 但因为今次不止只是跳舞 有些多storyline 还有我也有其他人去帮助我 可以这么说 所以整个拍摄程序很复杂 所以要遷就大家的节奏 我们整件事就更加短得很长 所以就用了更加多的时间 但是… 昨天就终于在今早的7点… 40分 7点多 7点多就完成了 但其实今次不是拍了很久的 都是未够20个钟 未够20个钟 接着就洗个凉 就广美延长 是啊 没有睡觉 但是有洗凉 但因为我家里住得比较远 所以就要托了 我们去了我们工作人全的家 我们就洗个凉 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做沙发 你最顶空试过没有睡觉多少个钟? 最多… 最多试过接近70 接近70 那今次呢? 今次其实很少 应该… 算起来… 如果算起来今晚收工的话 就三十几? 三十几? 三十几? 即是你等着还要开工的? 对,今晚晚上就收工了 啊… 现在暂时可以的 其实今早化完装就有点黄昂的感觉 因为… 但现在过了… 过了最硬的阶段 还有因为… 本身来到… 其实我在车的时候 我都黑了十分钟左右 但是… 今天来到之后 看到很多粉丝 然后他们全部的感觉 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 大部分都是排了整个通宵整晚队 对啊… 那你Fatty在讲的 是吗? 你不排了Fatty 我通宵排队 即是有一个感觉 是… 就算我通宵我很辛苦 但是… 大家都好像跟我一起辛苦 所以… 我都觉得自己好像 没什么资格去挨背 是… 因为有学校的课题 就写了一个… 关于你的 用你做… 用你去做 因为… 有你的样子 有你的样子 那你就放在IT 是… 是… 有些家长就罵 就是助长追星的东西 哦… 因为我本身我看到的功课 我又不觉得 这份功课和追星有关的 我纯粹觉得… 我觉得… 好像不止自己 好像MIRROR 好像融入了在大家生活中 好像… 有一种很Sweet的感觉是… 我们陪着观众一起去成长 或者可能我们生活大大小小 我们都在不同的方面 可以和观众一起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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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新闻是这里结束 多谢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个星期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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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